好,下一則新聞 推特為了維護言論封鎖 性行管理的權利 就決定做一個犧牲自己的利益 也要阻止Elon Musk的下一步棋 以下是黑命貴御用牧師 Al Sharpton 討論這個惡性採購的方案 Tesla CEO Elana Musk 他從小賬普正務 為讀了 William 文 Frieden dil估す Manufacturer axe劇舉 總共用專 cow 透過 市所未來的 你辭職 而且 嘗試在說 川普遍 進行記帳 i mean i'm going to be honest elon musk is a danger to twitter and to freedom of speech he has been known to say some of the most transphobic and homophobic things to his millions of followers so creating an arena for hate to me that's what that sounds like an opportunity for him to have no consequences to have no flags for people just to be able to do whatever it is and say whatever they want with regardless of what kind of harm that it causes so i think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folks really need to be paying attention to because i think that elon musk buying twitter or creating this quote unquote arena would be problematic 剛剛el sharpton是不是幫 elon musk變性了我還蠻確定他剛是說elana elon musk還是什麼的我覺得這是個還不錯的建議 就是elon musk如果今天突然說欸我叫做elana是個變性人想想看喔他已經是個非洲來的移民了這很明顯還不夠 如果他今天可以當一個變性的非洲人變性的女人的非洲人那他根本就是在左派可以橫著走了就無敵啊說不定推特還可以來個零元購不用錢就可以買下推特了剛剛那個來賓說 elon musk不只對於推特是個危機甚至對於言論自由是個危機首先他講的沒錯對於目前的推特來講的目前的推特的架構來說的確是一個危機 特別是對於這個腐敗的推特董事會那他之後說elon musk對於言論自由是個危機但是之後他說的內容基本上是跟言論自由完全對立的 elon musk對於言論自由是個危機因為他會把推特變成一個你什麼都可以說的戰場 不管說出來的話有多傷人因為他會讓人什麼都可以說所以是言論自由的危機嗎 沒有錯沒有任何解釋的方式可以解釋剛剛的那一段 在節目繼續之前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讓大家知道我們都要知道自己是誰 我們要了解神創造我們的命定我們的identity myid這間公司的高級面膜定期的使用從神秘果萃取精華而成的myid面膜 這個特殊的配方全世界只有這一家有 所有的暗窗皺紋青春痘粉刺全部一網打盡 不只是這個樣子myid的創辦人設立這家高檔的皮膚公司的目的 就是要呼籲群眾對於人口販賣者的惡行的警覺性和對於受害者實質的幫助 這些受害者如果沒有被及時的醫治幫助重新回到社會正常生活的話 他們將會是我們不知道何時何地或是誰像定時炸彈一樣隨時都會爆炸 當你在myid.life購買時使用折扣碼AINews全部大寫 所有的利潤全部都會拿去幫助這些被摧殘中的兒童 也有部分會來幫助AINews繼續傳播正確的價值觀 現在使用AINews的折扣碼還送價值25元的眼魔喔 臉對於男人跟女人都非常重要特別是女人 當一個女人有漂亮的臉蛋的時候 她的自信生活體驗甚至拍照的數量都會提升 也會有勇氣去跟不正義的事情對抗 所以今年的母親節送自己的老婆送自己媽媽一套買ID的面膜 甚至送自己的女兒一套讓她們知道她們是被愛的 我們跟左派的人還有跟那些神經病無法溝通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一開始他們說話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虛假而且不存在的架構上面講話了 這個L Sharpton的節目上最一開始不存在的架構就是 每一個人都在乎言論自由 事實上就是左派不在乎言論自由 他們不想要辯論他們不想要接受他們不想要接受任何的限制 唯一的方法就是封鎖別人禁言別人徹底的壓迫別人 左派如果要建立在一個虛假的世界上面要生存的話 就不可以有言論自由 而且還要反對言論自由 那你們左派就應該直接說心裡話就好了 你們如果要辯論的話你們就要攻擊言論自由啊 整個左派包括整個中國政府台灣的民進黨跟國民黨 所有的華人政權每一個人都在攻擊言論自由 而且還要假裝自己其實在保護言論自由的 所以剛剛那位MSNBC上面的這個來賓是在說 言論自由其實是很糟糕的 人民不應該有言論自由 我們不應該有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權利 那你要這樣講的話是很OK的啊 然後這是你的觀點 那你就繼續展開然後開始講一些例子 這個樣子才可以辯論才可以討論嘛 這樣的話我至少還會想聽你講什麼東西 但是剛剛那個女的的話我真的聽不下去 跟台灣的法律一樣 我們有言論自由我們有出版自由 然後我如果在網路上面說 同性戀是個心理疾病 墮胎不是女人的權利 男人就是男人變性人並不存在 這個樣子會是仇恨言論然後就要被踢掉 你可以因為我反對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然後罵我神經病 豬腦沒有讀書 但是我說的話就應該要被禁言 我說真的沒有人有必要要聽你在那邊說 支持言論自由的方法就是摧毀言論自由 這一點都不合理完全不符合邏輯 要的話你就真的攻擊言論自由 我還會稍微聽一下你的說法 但是如果你要在這邊假裝支持言論自由的基礎上 推翻言論自由的話 那麼我們就完全沒有必要跟他們討論這些東西